下一題 這一題我就沒有給各位練習 我就只有講解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這個電池是有內電阻的 這種題目很少 這種題目很少 很少題目那個電池有內電阻 我們大家都假設電池沒有電阻 導線也沒有電阻 那這題是電池有 他最後一題問說乾電池的電池有多少 它有內電阻 這種題目很少 所以我只講解 但是我沒有給各位做練習 你聽一下聽得懂就OK了 好 他告訴我這樣裝 請問你燈泡消耗多少 老師說算什麼帶什麼 如果你現在看的是燈泡 就要帶燈泡的東西 帶燈泡電壓 帶燈泡電流 帶燈泡電阻去帶 算出來燈泡的功率 所以這裡這一題不是總提供跟總消耗 因為這個電池是有內電阻的 它會自己就消耗 比如說提供了五焦耳 自己消耗到兩焦耳 外面只消耗到三焦耳 那個三跟五是不一樣大的 所以你要去算那個 它的燈泡的電壓電流跟電阻 所以要用燈泡的電壓電流電阻去算 題目上有嗎 有啊 電阻叫0.5Ω 還出現一個叫做一安培 這個一安培是不是燈泡的電流 是啊 因為同一條線上嘛 所以我現在有知道 一安培的電流有電阻 帶進什麼公式 挨平方塞牙 所以就算出來0.5Ω 所以呢我的燈泡就消耗的是0.5Ω 那請問你電池提供的 就是要問的是我想要提供的 我真正有提供的 包含被我自己消耗掉用掉的 有提供多少 它就要帶電池的那個玩意兒 那這個電池就是理想電池沒有電阻的 所以它不會有所謂的R的那個公式在裡面 所以就是p等iv 因為理想的電池是沒有電阻的 所以要用p等iv 就是有ip跟i可以用p等iv 然後呢 電流就是一安培嘛 電流就是1.5Ω 帶進去 算算1.5Ω 這什麼意思呢 我電池要提供1.5Ω 可是外面只得到多少 只得到0.5Ω 表示消耗多少 消耗掉1Ω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消耗掉1Ω去算 那也有別的辦法算 好 請問你內電阻多少 那講過了 你知道它的內電阻消耗1Ω對不對 然後通過電流是一安培對不對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電阻多少 那也有別的辦法可以這樣做 好 電池提供1.5Ω 燈泡得到0.5Ω 表示有1.0Ω可以消耗掉 會消耗掉 然後 來 我們就有1Ω 然後呢 假設是xΩ 然後呢 就是1Ω 或者呢 這就是我們的解法 或者還有一種想法就是怎麼樣 把它想成 這個電池想成一個理想電池1.5Ω 後面串著一個電阻不知道多少的 然後用這個電阻去算 比如說兩個電阻串在一起 有這麼多電阻然後有1.5Ω 然後有1.5Ω 現在要有1Ω 那電池應該會有多大 這樣算也可以 這也是一個想法可以算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把它想成 一個理想電池串著一個內電阻 然後呢去接在電路上 所以變成這個圖上面多一個電阻 然後去繼續做計算 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以嗎 可以